這位是我們的 聯合報記者楊德宜小姐 專程到我這個來賓 車行來採訪 感謝她 葛大哥,你要先停止錄影 因為後面...看我 OK 可以靠它近一點嗎? 靠煙壓近一點 好 等一下 他一直跑掉 好 謝謝 你入鏡頭我也幫你 聯合報的記者 楊德宜小姐 謝謝你 專程來到我這個記者行來採訪 我很高興認識你 這個有關於這個燕壓 這是一個偶然 在七年前的話 我是加入了這個義工隊 秀才里的義工隊 然後呢 我就整理這些周邊環境 然後那個 我們那個農田水利會 把它那個周邊的 硬體設備都做好了 然後就交由我們秀才里義工隊來認養 有一天呢 我就偶然的發現了 一對燕壓 飛來這邊棲息 這邊呢 風景很漂亮 很優美 它水也很乾淨 它裡面的 魚啦 蝦啦 非常多 它就在這邊待著 沒有人干擾它 它就在這邊生蛋 它就 看到它生蛋了 我就心裡想說 這是不是可以把它繁衍起來 然後 繁衍長大 然後再繼續在這邊 供給大家來欣賞 所以我就臨機一想 就把這個蛋拿回來敷 至今呢 已經有十二代了 那今天呢 這個呢 有誕生的兩隻 有十三代了 所以我就 對這個很感興趣 我就買了DV 買了這一台DV 耍所有的過程 紀錄 我都把它 放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我個人的部落格 網友來欣賞 是 不嫌棄的話 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來 溜覽 裡面記錄一些 雜七雜八的 不入流的東西 那你就 不嫌棄再進來看看 我的網址 是ABC 78527H 那你就 或是打 厭壓達人 或是打我本名 叫古昌寶 就可以了 就可以搜尋得到 OK 然後 你老婆小孩有沒有覺得 你會 部落格很驚訝 還會自己剪接這樣子 會 他們都會 覺得很好奇 就是說 爸爸那麼厲害 怎麼會剪接又會拍的人 剪接拍的話 那就從這些電腦慢慢摸索 你在之前是 電腦你會嗎 電腦不會 然後我經過兒子他跟我講 幾年前開始學會 大概就是三年前 三年前 然後你講一下說 就你三年前的時候 你電腦會開機嗎 我不會開機 就三年前連電腦開機都不會 不會 然後但是 你就為了拍攝厭壓 然後紀錄厭壓 所以你學會電腦 現在還會剪接 就部落格 來再講一次 就是 我為了 為了 我就拍這個 剪接啦 編輯啦 我建議有個人的部落格 我要讓你先弄一下你剛剛點接的東西 我接咧 不用拍了啦